当年是采药人的救命所 如今是飞人的如意生 当年是不可逾越的天窃 如今是轻松度过的天桥 在浙江燕荡山这座历史悠久的名山中 生存着这样一群高走的人 他们的生活轨迹和冒险融为一体 燕荡飞人 为您讲述燕荡山采药人的奇妙经历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拜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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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仅仅凭借一个模仿采要的飞人表演 就足够吸引人们的眼球 就会带动当地旅游吗 老金觉得似乎这些还不够 这时候他又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天柱峰和斩棋峰之间 长约250米的跨度和将近10米的落差上 能不能在两个山峰之间架设一条绳索 发展出一个表演呢 老金立刻想到了一个叫小莫的年轻人 他不仅出生于飞人世家 自己还会一点表演技巧 但是如今小莫却对上山表演并不是很感兴趣 他曾经答应过家里人 自己绝不参加飞渡了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他放弃了这项 在别人看来既富有挑战性 又充满刺激的表演呢 我一夜那辈的时候 就是有个人表演出了事 出了事故 但是那个就是用麻省 就是挂在上面 那个雨淋 日纱 就那个发霉了 就好不容易断了 就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得知儿子自己偷着训练摔伤的消息 老金就更不放心了 他知道自己是怎么拦都拦不住儿子 倒不如另辟蹊径 创造出一个更安全 更适合小金的表演项目 曾经是自行车厂长的老金 脑子里忽然灵光一闪 想到可不可以把自行车和飞度表演联系到一块呢 我们主要是把这个光圈的欧槽 光是掐在那个欧槽里面 主要是你这个两个轮子呢 不为无法车光是 我们的保鞋章子里 那个自行车 保鞋在 钢丝上 轮 保鞋在车子上 钢丝保鞋在 两条的 切杖上 所以我们的 那个 表演切的比较安全 感谢观看 在标语中配合的人不好 因为少米人要做标语动作 下面要培养好 要绑住 下面的人空中反耕斗 以来的标语动作 少米的人 少米的标语员要把握好 要绑住龙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一个人我们一个人加起来 就加自行车这个重量 起码要400多斤500斤差不多了 那踩过来如果高速 高速嘛就是有300多米的差 一踩过来是 肯定是要用很多力气 如果你力气脚踩不动了 那也很麻烦 就是要叫别人给你爬过来 给你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面有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么多次 还有条件 就能够用 来自行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总统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个条件 对明镜与点栏目的 来自行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就是个条件 这一天 大龙修瀑布流得格外欢唱 但瀑布的水声 却盖不过附近等待观看表演人们的声音 原来老金他们登台亮相的时刻 终于就要到了 他们辛辛苦苦练了好一段日子 那么效果究竟会怎样呢 山下已经聚集了很多的观众 山下的饭馆还特意摆出了世外的雅座 这几百米凌空飞度的表演 能不能让观众满意呢 第一个节目由表演直渡的老周来完成 节目即将开始 所有人都摒弃宁神 等待着那精彩瞬间的到来 究竟空中直渡是怎样表演的呢 我的屁股会坐在座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坐进去 坐进去的来和我们就是说放下去的时候 绳子不是要行动吗 它会往边上走的 但是都控制能力就是靠我们的手了 一般都是靠右手 右手它是绳子下来一下来 左手它是一个绳子直线对吧 我们右手就是保持平衡 然后到实际上就是靠两只脚 一般的都是右脚重一点 左脚轻一点 它有规定的 要不然这个人就跳出来的时候就会牵过去下 还是鸟一样 转 对 自己就开始转了 对 就不一样了 所以说我们这个就是位置 把这个绳子打到时候 我放在这里面 然后这个真正的摆动就是靠右手 整个大石壁上面就是靠两只脚 右脚跟周脚 保持平衡 对于这次公开表演 老周表现得很轻松 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似乎这表演在他看来 和平时的采药 没什么太大区别 我们右脚载点了 其实这样子还蛮舒服的 像那个千金小姐在大球圈也 好 好 有人 是 是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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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吧 现在演出正式开始了 一上来 小莫就拿出了他的招牌动作 翻跟头 在好几百米的高空翻跟头 表演难度实在太大 小莫现在体会到的是真正的天旋地转 此时此刻 小莫的横度表演可以说算基本顺 然而正在所有人为小莫的表演鼓掌较好时 一个意外情况发生了 一片巨大阴云 以人们意想不到的速度飘了过来 一下就遮住了刚才还阳光灿烂的天空 全身就是麻痹 麻了一下 就像我们触电的一样的 当闪电和雷雨不期而至时 观众们可以跑到别的地方避雨 可是空中的小莫不能 他决定即使刮风下雨 也要把表演坚持完成 山间的钢丝绳在风雨中遥遥欲驻 小莫也在风雨交加里继续自己的表演 当小莫安然落到对面的山上时 所有观众都松了口气 几天之后 燕荡山又是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 小金的空中飞车表演 即将开始 天气不错 让正在准备表演的小金 终于放下心来 但是看到山下三五成群的游人 她的脸上还是难言紧张之色 这些观众会喜欢她的表演吗 其实表演的是很矮的 其实无所谓 就是很熟利的 到这场呢 你看这么高 第一次呢 人家的脸上 是什么 这是什么 人家的脸上 人家的脸上 是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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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小金还是鼓足勇气 重新打鼓另开章 他们开始了重新表演 一般人在平地上都很难做到的杂技动作 在空中看上去愤怀惊喜 很快在山谷里就回荡起了一阵阵阵掌声 飞车表演很成功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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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8日 7.8级的大地震 把河北省唐山市移为平地 与此同时 在距唐山1200公里以外的 安徽湖湖的亚山山顶上 却突然涌出来一个面积不小的湖水 亚山唐山 看似不相干的两个地区 会被什么神秘的力量牵扯在一起 敬请收看神秘的亚山